142.香港經濟日報 升金管局今時今年劃通縮 2015年7月22日國際金融A20環球金融速遞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維持今年通脹預測在0.5%至乎0.5%之間 局長孟文能Movie Menon稱,數字可能處於預測範圍的低端 意味今年可能陷入通縮,不過萬民能預料,下半年經濟不會持續確化 他指全球和區域經濟復甦情況基本不變 新加坡應可在中國放緩下綠得溫和增長 局方又預計,通脹會於明年開始回升